欢迎来到这次漫迷早晨节目 今天凌晨有场球 我们曼联英超今季最后一场主场 对着奔福特 大家都还记得上一个回合 我们阻下奔福特的环境要不是敌机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赢 但这场球我今天 就晚一点再说 第2节4点左右才和大家分享 一些资讯 以及怎样看这场球 以及深水预计阵容留言 今天这场球也是暂停的 大家敬请留意 有兴趣可以在4点那条影片留言 你的深水预计阵容 不过就没有大家心思 这节就说一些大家可能 兴趣更加大 对曼联影响更加大的事情 就是 来到曼联之后 可能是第一个签到的球员 那个是谁呢 就是大家画面看到了 这位就叫做 马拉西亚的球员 我看到昨天 三哥 曼联三哥也有提 他中文的译名叫马拉西亚 有位马来西亚的 曼联球迷还跟我说笑 在IG 是否曼联想签了整个国家 马来西亚 不过是说笑 三哥引述的媒体 1908.nl 另外有朋友报料 也是引述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我本身就不熟悉 不过我上去IG 找到这个帖 还有他介绍 1908这个媒体 主要是讲 飞燕乐的传媒 是T1 比较信任 但是 我看到这个帖后 他本来是荷兰文 用了Google 不是Google 是 那个叫做 IG 本身有一个 翻译的功能 我翻译成英文 但是我觉得有点怪 为什么这么说 尽管和大家一起看看 1908就说 关于Tairo Malachia 就是曼联是有兴趣的 他们的兴趣就是 他说是现在 Sundaymirror 报道了 我也找了那篇文 待会和大家分享 Sundaymirror那篇文 他说这东西是对的 几个他们的消息来源 都是 跟1908说了这东西是真的 所以 排面上高 其实只有Sundaymirror报告 但是 他们就找了一些 其他的消息来源 去确实 所以大家选择有多相信 就自己决定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不太熟悉1908这个媒体 因为他说飞燕乐的东西 我就少留意 其他朋友有兴趣 或者有这个经验 都可以说一下 1908 你们信多少呢 接着他也说到 详细的 这个 就是因为 做了曼联的主催之后 才会出现 这个转会的可能性 其实曼联未落必 仍然未落必 所以转会费的 暂时都未知 这几个月 其实对 马来西亚 这个球员 有很多 球队都有兴趣 他是一个 阻挾来的 也就是 有可能要找个人来挑战 所以 或者甚至乎 泰利斯 离开曼联 都未定 除了曼联之外 李昂 也是很有兴趣的 Tirel 马来西亚 的经理人那边 就没有跟媒体说 直到现在 他们通常 不会说话 直到 签了约才说 比较保守 经理人可能 几个球探 已经一直都留意着 阻挾的发展 其中包括 班尼茅夫尼和 瓦卫尔斯 都有去看 他们对 Slaver Prat的一场赛事 马来西亚 现在是 球会里面 其中一个很需要的人 来的 但是很多 几家欧洲的球会 可能已经开始 都有机会 买它 因为 其实 菲尔诺也想跟他续约 因为 现在来说 整队球队 是唯一一个 正式的阻挾球员 但是看来 1908估计 这位球员留在 菲尔诺的机会 未必那么大 因为 太多球会 想赚他 亦都和大家看 MIRROR 独家的新闻 是说什么 亦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Tank Hat 做了卖联主税之后 就想签他 至于为什么 其实原来 亚迹斯的时候 已经想签了 但是签不到 因为他们两队 是荷兰的死敌 所以非如此 死都不肯 卖给亚迹斯 这位22岁的荷兰球员 就是 就是 对控球非常好的 控球也好 亦都传送 在荷甲 有4个助攻 1个入球 亦都速度有的 防守方面 那个篮子 也有不错的 9岁已经是 加入了菲尔诺 正如刚才所说 很多球会都已经 对他有兴趣 所以 他说现在大约 我估计他们在 Trancy Park 就说大约2000万磅 就有机会签到他 亦都 他刚刚入选了 云高尔大令的荷兰国家队 所以都算是一个 刚刚上的球员 价钱也不是很贵 他今年就好像是 踢不止conference lead 就应该 没有欧联 都不代表 他没有兴趣 这样的 所以这个球员 就有些可能性 亦都 有机会成为 Trancy来到之后 曼联的第1签 好了 说完左杂 当然要说到右杂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右杂 这个就是MIRROR的报导 刚才说了 说到右杂 当然 云比撒卡 现在的传闻 云比撒卡 原本就说 没得留下 为什么呢 因为 阿天克 想带回 阿迪斯的救部 大家画面看到这个 Nazara 马斯拉 马斯拉 马斯拉尔 马斯拉尔 我看到三个的译音 叫做 马斯拉尔 中文名叫做 马斯拉维 马斯拉尔 想带他过来 但是 Ferbicio Romano 昨天也出了个post 看来这个如意算盘 就未必打得响 为什么呢 拜仁呢 之前也传过 想签他 和 Greffenberg 另外一位 阿迪斯的球员 中场 但是 现在 Greffenberg 好像有点阻滞 反而 马斯拉尔 这个右杂的球员 就是拜仁 很想和他 尽快签约 因为 几个星期前 已经口头答应了 但是 未正式签约 因为 可能 现在曼联 传闻对他有兴趣 他就害怕 其他球会 就会落必 因为几天前报道 应该是说曼联 所以老老实实 刚才 Malashia就说 就算没有欧联也有机会签到他 但是 马斯 Rai 这位球员 如果拜仁签他 即是一定有欧联 甚至乎德甲都待了一半 每年的德甲还没踢 拜仁都拿了半个杯 这样 唯一球员是否极度吸引 曼联如果要签到他唯一的弹药 就是汀克是领队 他真的很想跟汀克踢球 但是我也想提提 其他的各大球会 汀克教出来的 阿迪斯的球员 当他们拆散了之后 威力就减了一半 几位球员包括迪庄 迪利志 甚至乎雲迪 阿迪斯的球员 全球员是踢不得太好的 慢慢慢慢才有机会 进步 所以 要留意拜仁 如果你想签这个 马斯拉尔的话 如果没有汀克在这 可能就未必 那功用那么大 但是说真的 如果拜仁真的要签他 的话 我想曼联 都不是容易跟他争 最后 还有一单想跟大家说 咦 原来没有监图 没有监图 但是 也是Ferbicio Romano的报道 就是关于迪庄 法兰迪庄 跟 沙维 聊了 据文说 他也有机会 留下 因为之前 有一场 沙维就换走迪庄 好像有点不高兴 但是Ferbicio Romano 4个小时前 引述 迪庄在访问 说 他说 跟沙维聊完 非常之好 亦对自己很有信心 和教练说的 所以现在 每个都很开心 压力 永远对于球员来说 也是一个有的 亦 球员是需要 把压力转化成 他的同力 才是一件好事 他就觉得 压力对于他来说 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 看过小 迪庄可能 有机会留在巴塞罗拿 而且 没有欧联对于迪庄来说 可能不太吸引 但是 又是那句 Tankhack 教球对于他们来说 有多重要 迪庄就已经在巴塞证明了自己 他需要Tankhack的机会越来越小 所以 现在来说 如果你问我 画面看到这个右闸 马斯 Rai 尼曼联的机会 我估计是三四成 甚至乎更少 但是 这位 Milashia 尼曼联的机会 可能大些 主要原因就是 他可能没有乱踢 可能他都会愿意来 第二就是说他未被Tankhack教过 那会不会就可能更加想 希望Tankhack可以提升他 当然来英超踢球可能也是一个吸引的地方 因为暂时来说 刚才说过的球会是李昂 虽然 我不应该说只是 法甲的球会 另外 班尼曼夫也升班的 韦思恬也是英超 韦思恬和班尼曼夫也很大机会 是英超 所以 三间球会 如果他真的想英超怎么选 看看他怎么选 加上Tankhack这个弹药 Milashia的机会 的确是大些 如果两个来比较 如果搞定 如果搞定了左闸 又是有 跟Soy竞争 或者是迈泰尼斯 但是右闸都仍然未解决 所以刚刚我今早有位 巴友报料 收到一些传闻 传闻 可能会留下 这个 雲比撒卡都未定 真的不知道是福是和 OK 因为始终 现在的 雲比撒卡 就真的稳稳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调教到他呢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 今次到这里了 究竟我们左右两招是怎样呢 我想都会 未来的 转会枪都是我们会留意的 但是 都是那句 我都很同意很多巴友 很多曼联球迷 防中是更重要的 搞定了防中 然后才搞左右两招 跟着同一时间还要搞前锋 所以 这个转会枪 肯定是曼联是相当繁忙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就觉得 一定要抓住个宗旨 就是买 up and coming的球员 OK 这次来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